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乔应记奉乔智雍一命离开齐县老家远赴广州十三行历练商家新路 一晃八年过去了 今年中秋乔应记即将从广州学成归来 未来的日子这位邵东家乔应记会把乔家带往何方呢 二十七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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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东家的消息了 什么消息呀 潘大掌柜发电报来说 东家 他没回咱山西 他去哪儿了 数十绕道 去了武昌 他去武昌干什么呀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 是近代中国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这一天 革命军在武昌打响了推翻帝制 走向共和的第一枪 史称武昌手艺 乔家邵东家乔应记 正是在武昌手艺第二天现身汉口 东家 你快上来吧 一会儿再摔着你 这紧敢慢感的还是刀子 钻哪 不行了 驾车 堵死了 东家 将队按照炮火连天打着仗的 武昌现在就是个大活药桶 咱现在过去不是找死吗 那你自己在车上待着吧 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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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儿 东家 慢点儿 东家 东家 让开 让开 不能上船 下去 你起来 我们要去武昌 你没看见乱军都打到岸边了吗 那我们也要过去 我们有急事 这算天大的事也没有命重要啊 是啊 东家 天大的事也没有命重要啊 你说那边炮火连天打着仗呢 也没有人敢跟你送过去啊 我们走 去哪儿呀 东家 真是真是 走啊 走啊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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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让开 东家 东家 干什么 别动 我要见你们老板 捏 捏 捏 不行 想干人吗 我着急坐穿过江 现在所有的人都拼命地 从武昌往汉口逃 你却非要在这个时候 从汉口去武昌 你可真是个特别的人 你也挺特别的 打起仗来 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躲在家里 不敢出来 你居然还在这儿做生意 赚银子 走从夜里打响第一枪到现在 我在长江上已经跑了三趟 太危险了 我不能再去了 越危险的地方 不是越有商机吗 否则你怎么能赚这么多银子 你 你这是要拿钱买我的命 不 我不想买你的命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给你三倍的价钱 包下整艘船 这个生意你做不做 好 成交 请 东家 我身上可没有那么多现银 万一一会儿他们要起传钱来 我拿不出来 那帮洋人他肯定不干 把本和笔给我 好 马上就到武昌了 把你们的船舰给我吧 老板 我身上没得那么多现银 这是我的欠条 你的各大票好都可以兑银子 你这个骗子 要是不给我钱 我就赶紧下船 你们 动手 等等 我给你们算笔账 如果你现在把我赶下船 我保证你一两银子都拿不到 但是你要把我送到武昌 不但能拿到我的欠条 还可以拉一船人回来 你是生意人 求的是财 可不是赌气 你这个狡猾的家伙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这是怎么这样啊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可是乔家的少东家 乔英济 你拿着他的欠条 你全中国所有的票号 你都能取出银子 你说他是乔英济 他就是乔英济啊 我不信 我还是要这个金表 谁 别抢 金表我可以给你 但是 我真的是乔英济 乔治勇 你还真是乔英济 你还记得我吗 我姓拉斯普丁 这表是我爷爷给你爷爷的 当时他们俩 在恰克图的查货市上 做过生意 什么 你是小拉斯普丁 对啊 小时候我们见过 还一起打过血仗呢 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跑中国来了 我在这里包一条船 拉克赚钱呗 我是洋人 你们的朝廷和革命军 都不敢吵 我爷爷死后 我们的家族生意 就衰落了 今天我碰到你 我的好运气算是来了 你现在知道 我是乔英济了 那金表是不是可以还给我的 不行 这个金表还是押在我这儿 把重要的东西押在我这儿 你才会回来找我 不过 这个签条 可以不要了 这真是太不像话了 怎么能这样的啊 这你看 二十七叔 你哪个人的事啊 你平平理啊 够了 都给我坐下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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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我可是早就听说 印济子在广州学做生意那会儿 就跟孙文走得挺近 还有传言说 他在那边已经加入了革命党 如今这革命党正在武昌闹市 印济子这个时候去了武昌 这太明显了 传言肯定是真的 就是呀 二十七叔 如果印济子真是革命党的话 那咱乔家可得早做打算 你们都在这儿瞎论什么 小顺子 马上让潘大掌柜 通知武昌大的通票号 找人 我走了 你多保重 好 让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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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还有一笔天大的声音要做呢 一会儿 呃 同志 对对对 别闹开热 你走走走 走走走走 这位小哥 日武间弄挨架吃的都要怎么走 往这边走 后下口就吃了 走通说的 让让 让一让让让 快点 什么呀 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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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这没什么有啊 这顺不住啊 快点 不行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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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来来 东家 这是你要找的地方吗 这不寄院吗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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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水拿回来 快点 把水拿回来 快点 好 九点 请住 你找谁啊 护士 这里还是鹦鹉界银花巷73号吗 是 广州来的生意你做嘛 你说什么呢 你盗我什么人呢你 你找人在后面呢 谢谢 对不起啊 对不起 范子 从现在开始 我就瞧带中 跟瞧家没有任何关系 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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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姑娘 广州来的生意你做 这兵花马乱的 还什么生意不生意的呀 我看你长得没钱放秀的 竟然就便宜了 放开我 你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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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啊 你别走啊 害什么羞啊你们 咱赶紧走吧 这地方都乱了 这妓女都当上革命党了 你说什么呢 你干吗打人呢 你们是从广州来的吗 是 来做生意的 广州的生意你们做吗 什么生意 是米醋还是老酒 米醋辣老酒酸你要哪种 最辣的米醋 最酸的老酒 别紧张 我给张大帅带了一封信 你本该在一周前就到了 你们来晚了 连日降雨路上当个来 跟我走 大帅 只要炮兵 来附在这里 你看 在这儿 报告老帅 说 湖广总督瑞城 把总督府后墙炸了个洞 现已逃脱去向不明 而我们的人 正攻击新军第八阵营区 掌描那个老贼 巨险蛮抗 坚决不投降 不投降 就给我打 马上开炮 可是 这第八阵营区 后方是长江 江面停着西方列强的战舰 这炮弹要是打高了 奶奶 高了就高了 我说能打就能打 长江是中国的内核 不是列强的洗脚盆 马上开炮 是 走开 快点 坐下 坐下 停车 我要下车 坐下 你坐下 这哪是革命党 完全就是乱兵抢劫 我让你坐下 驾 驾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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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停的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军舰呢 报告大帅 咋样了 总督府已经打下来了 按照您的吩咐 我们找到了那间银库 可是一两银子也没找到 原来我听说那间银库最少藏有两百万银子 怎么可能不翼而飞呢 我抓了一个账房先生 他说 瑞城半个月之前就知道我们要革命起义 所以把所有的银子都已经转移了 弄到哪儿去问他了吗 问过了 他说是瑞城和他的小舅子两个人干的 其他人都不知道 但是只有两个地方能装下这批银子 哪两个地方 一个是外国人在汉口的银行 另外一个就是武昌城内的各大票号 你认为会是在哪里呢 大帅 您来看 这儿 这武汉三镇有票号一百二十七家 其中有七十九家 就是山西人的票号 那些大官显贵有钱人的银子 大部分把钱都存进了这些中国的票号里 说下去 武汉三镇虽然没有完全拿下 但武昌已经在大帅的手里 只要大帅派人将武昌城内 所有票号的地址查明 就能一举拿下全武汉 不 搬个中国的银子 搬个中国的银子 拿一拿的 给我拿 下车 下车吧 你刚才为什么不阻止那些乱兵 让他们任意在打击上烧杀抢掠 我让你下车 我且让你下车 快点 我们都是同志 你们为什么对我这种态度 谁跟你是同志 你现在身份不明 我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朝廷派来的奸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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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不是奸细 我们东家冒着生命的危险 过来见你 怎么可能是奸细 东家 就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咱赶紧下车吧 好汉不吃 眼前亏 下来要东家 快呀 大帅 这图上标注的 是武昌城内所有票号地址 你看 这个位置 还有这儿 报告 他说他是从广州来的密室 这是他带来的信 你就是乔载忠同志 没错 是我 我看是化名吧 化不化名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这封信你送完了 本该在武昌手艺之前 把这信交到我手里的 信的内容可能你还不知道 是广州那边 让我们武昌的同志尽快起誓 现在你也看到了 武昌已经手艺成功了 这密报上说 一个月之前 你已经从广州启程了 没错 一个月零三天前我启程的 那你怎么现在才到啊 从广州到武汉 最快是走水路 但雷日暴雨水路断了 只能走哈努 所以才耽搁了 街头暗号他都对上了 都对上了 一字不查 既然暗号都对上了 那就是自己的同志 欢迎你来到武昌 武昌手艺已经成功 张大帅 我有一件事想问你 说 今天路过樱花街 看到了很多乱兵 在抢劫商街和店铺 还有票号 我想问 这是不是你的意思 我们是革命军 不是李自成进北京 那我就奇怪了 在这地图上标识的所有票号的位置 是什么意思 你怎么知道这些是票号啊 你先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 但这地图上标识的 是全武昌所有票号的位置 我想问你一句 你是否动了这些票号的心思 是 大帅这么做 是为了替革命军筹措军费 对于革命者来说 没有比实现同盟会纲领更重要的事情 我认为在非常时期为了达到目的 可以不择手段 是吗 张大帅 我只是革命军的一员 但我觉得 革命军不能只要银子不要人心 如果今天 你抢劫了所有武昌的票号 明天三阵的百姓和商人 就会揭竿而起 到了那个时候 用不了朝廷发兵剿灭革命党 革命就已经结束了 你说的有一定道理 大帅 中国三大金融政策 除了北京和太原 那就是武昌 你保住了武昌所有的票号 那就代表着 你保住了中国金融界的未来 我知道你打仗急需因子 但君子挨才取之有道 我想问问张大帅 你到底需要多少银子 作为革命军费 这件事我可以替你办 你 你知道我们需要多少银子吗 不是几十两几百两的事情 我们革命军在武汉三镇 每天的军费开支 就是三万两 三天下来就是九万两 这样吧 我给你十万两 作为这三天的革命军费 您看 够吗 你真能做得到 只要张大帅相信我 这十万两银子 我就一定能找到这十万两银子 但是 我有一个条件 请你马上下令 禁止全城乱兵 抢劫票号 还有商劫 我答应你的条件 军中无息烟 如果明天早晨之前 见不到这十万两银子 我只能采取别的手段了 张大帅 乔在中言出弊性 老师 你知道这个人的真实身份是谁吗 谁啊 乔应激 真是原家陆寨啊 真没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他 这些人 当年要不是因为他们瞧瞧 我父亲崔明九 就不会因为一桩高粱霸盘之症 死在山西的大牢里 你一天崔明石 也不会无缘无故地被暗杀 我现在就崩了他 不 你杀了他 大帅能饶了我们吗 那怎么办 这兵荒马乱的 只要有我们两个盯着他 还担心他死不了吗 报告 好 大帅 你找我 乔同志他们两个 都安排好了吗 放心吧 已经安排好了 电话 一会儿你亲自带几个人 陪他一块儿去取银子 您的意思是让我盯住他 我们还是多加小心点好 明白 用麻袋把大门给我封上 快 封上 还有 你们俩 拿着这两把枪 给我守住大门 但凡有乱军要冲进来 就给我开枪 是 快 快 把这儿给我吐杀 其他人 给我走 冬家 你真要带他们 去咱自己家的漂浩王 小点是 你跟着就行了 冬家 你糊涂 乔家现在是银骨家身骨 骨分制大掌柜做生意上的主 你一个冬家 只有到了四年头上 猖分红的份 你现在是在地革命岛借银子 他们是不可能还你的 而且还没有保人 不管是这里的王大掌柜 还是齐县的潘大掌柜 他们是不可能同意的 你去了也是白去啊 我说你乏不乏 所以我选择晚上来 晚上 你要偷啊 堵上了 乔先生 乔先生 怎么不进去 不是 你看不见吗 这不毒死了吗 准备冲进去 各位同志 我们是革命党 不是强盗 前门走不了 我们可以从后面绕过去啊 大帅相信你 我可不信 我这枪里压着火呢 不是 我说莲华同志 你对我的态度 能不能好点 我在给你们弄银子呢 我对谁都是这个态度 那既然你这么说 那银子我就不借了 这大半夜的 你让我们一群人 跟着你来到这儿 你又说不见了 行 那我就一枪打死你 别别别别 然后我拿着我这把枪 去里头进 我也不怕告诉你 你就是打死我 你也拿不到这笔银子 站住 你别想给我跑 莲华队长 要不然 你就一枪打死我 要不然 就乖乖地跟我去拿银子 走 走 走 这儿就是后门 进去吧 等等 瞧姑 进去吧 所有票号的弟兄们 你们听着 现在城里革命党在启示 局势不明 反而是许多乱军四处流窜 借机趁火打劫 走 走 我们是乔家票号的人 平时乔家 平时乔家待我们不保 如果有乱军想趁火打劫 抢劫票号 咱们誓死保卫票号 誓予票号公存王 公存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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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下来 不适合我 还不适合你 例如乔家 也不适合我 你那只想着 导家 大掌柜 后门 后门 后门怎么了 革命党到后门了 是银库那边有动静 大掌柜 光顾方革命党忘了方贼了 你们给我看出大门 其他人跟我到后门去 走 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快走 走 快走 同志 银子已经办案了 我们可以走了吧 走是可以走 乔家大德通就这些银子吗 乔家大德通当然不止这些银子 但这儿就这些了 再说了 我答应你们张大帅就十万两 后面就该你们履行对我的承诺 怎么着 你还想自己留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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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队长 有人来了 进 撤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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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随便跑了 快抓住他们 快抓住他们 抓住他们 快抓住他们 小心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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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大社会 咱的银子 他们人少 咱们人多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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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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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快 别让他们跑了 快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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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都别追了 这儿 这儿 去 看看银库怎么样了 好 走 大掌柜 我刚刚好像看见小栓子了 胡说 你说这贼咋知道咱家的暗刀 大掌柜 我感觉不像是贼啊 我说是贼就是贼 把这枪给我堵上 别让贼再进来 来 大掌柜 大掌柜 银库 银库里边十万两银子全没了 十万两全没了 全没了 我 我好像看见 闭嘴 有了这些银子 革命必定唱功 大帅 他们这些银子 是从哪儿弄来的 乔家的大德同票号 传我号令 保护好武昌城 所有的商铺票号 有擅自抢劫者 隔杀无论 是 把门关上 关门 你们俩都看见了 肯定没看错 肯定没错 要不是东家 谁会知道后墙上有个暗门 连我们都不知道 是啊 可是东家为什么要这么干呢 这 据传闻说 东家在广州加入了革命党 我那时候根本就不信 现在可倒好 东家居然自己带着革命党 抢了自家票号的银子 十万两可不是个小数目 现在十万两已经是小事了 东家是革命党才是天大的事 是 对了 我告诉你们啊 今天晚上的事 一丝一毫也不能透露出去 好 知道 救东家就是救乔家 救乔家就是救我们自己 乔应濟带人抢了自己家的票号 真行啊 他也下得去手 这点银子对他们乔家来说 那就是九牛一毛啊 大帅肯定特别信任他 咱这仇还怎么报啊 不咱这工夫 物贵那om 那些人拉着你 这就被咱们的 封锁门都获得住 你的发光 咱们那些人 那样有乔家 的心里 中国人 帮了 人们 这一路上能够 名字我都给你了 你为什么还不相信我 你觉得你值得被相信吗 我怎么不值得被相信 你到底是谁 中国同盟会会员 革命党人乔戴忠 那不是你的真名 你是山西齐县乔家补 乔家大德通的东家乔永济 同志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你要不是乔盈济 你怎么知道 武昌大德通后面的密道 又怎么知道盈库的位置 莲花队长 我在广州十三行票号里 学了八年的生意 各家票号的密道 我当然都知道那么一点 怎么 你不信 别动啊 别动 我告诉你 我在广州不光学了做生意 还学了点别的 现在轮到我问你 你为什么说我是乔英机 你跟他到底有什么仇 不回答是吧 不回答是吧 行 我也懒得跟你在这儿费工夫 你就在这儿待着吧 别动 我要去见你们张大帅 他也要履行他的丑谋 再见 报告 乔下证求见 张大帅 乔同志 太感谢你了 你的十万两银子 结了我的燃眉之计 等革命成功之后 你也是大功臣 张大帅 我说过 只要你相信我 我就能帮你弄来这十万两银子 大帅 您这是 现在我军正在向汉口推进 瑞城已经逃到汉口 正在集结清兵反攻 前方战事吃惊 我准备率武昌城全体一军 去前线增援 大帅 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去战场 为革命出分力呢 你行吗 没问题 请你相信我 好 大帅 你把乔同志他们交给我吧 我带他们上战场 也好 那就交给你了 务必保证乔同志的安全 是 大帅 战场上见 乔同志 请吧 请吧 进步 走 有东家的消息了 是 会不会是 王大掌柜看错了 这电报上写得清清楚楚啊 大东家他带着小栓子 引领着革命党 抢走了自家票号的现银 该来的总归要来的 看来传说中的那件事情 也是真的了 哪件事 第一件事情 马上通知北京的 大德恒高睿大掌柜 包头父子号马巡大掌柜 让他们火速赶回山西 有要事商议 知道了 给北京大德同分号的 李德恒大掌柜密店 让他准备车马 把银库里的银子 火速运回山西 并支会全国一十三省 乔家票号 缩摊子 来银定 撤人口 再不行 撤桌 但是表面上 要做得滴水不漏 让外界什么都看不出来 大掌柜盛名 第三件事情 密店大德同大德恒 全国所有分号 并只会与我们的相遇 不可凭东家的字条 对出一量银子 这个 照我说的意思说 是 第四件事情最为重要 马上回店 武昌的王大掌柜 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 都得找到东英家 就是捆 也得马上捆回山西 大帅 我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汇报 什么情况 从广州来送信的 那个自称乔赛中的人 嗯 他的真实身份 我已经查出来了 他其实是乔应记 山西齐县的乔应记 没错 就是他 你不认识